好 和我国建交18年的非洲有巴甘比亚 昨天凌晨无预警的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 我国政府呢 事前完全的状况外 行政院长江一华昨天在立法院打询的时候说 会有人负责的 但是到底谁要负起这个责任 上午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他非常的低调 不过朝野立委则是批评驻外管人员 事前没有掌握资讯 事后反应又慢半拍 要求对相关的人员祭出陈处 国人必须负责 对 但是究竟是哪一个层次必须负责 我们等到这个检讨出来 检讨完之后给国人一个交代 我们自然会想国人一个交代 甘比亚闪电宣布与我国断交 各阶家矛头只向外交部第一时间没有掌握 但这个责任到底谁负责 行政院副院长毛治国出席场公开活动 被问到这个问题相当低调 有没有认为说是外交人员这第一时间 就是没有掌握好这个资讯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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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后续的处理呢 断交前第一线勤搜人员难道没有发现警讯 立委批外交部螺丝松了 不仅资讯没有确实掌握 反应动作慢慢拍 相关人员一定要惩处 他对外的一个收集了一些情报 还对外的一个掌握了一个资讯 真的是方向走版 我就觉得说外交部的相关人员 真的一定要惩处 换错都可以不用负责的话 那当然大家都是漫不尽心 随随便便应付一下就可以了 外交部的这个敏感度跟激情度的确是慢了好几派 外交人员是否状况外 政府是否误判情势都有待检讨 而马总统活路外交破功 外交面临危机 后续处理考验马政府的智慧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